台外长吴钊燮口出狂言 叫削弱大陆犯台将战到底 台湾市部门负责人吴钊燮 日前接受外媒采访时口出狂言 台湾在备战 如果大陆要对台湾发动战争 我们将战斗到底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0日报道 蓝莹质疑吴钊燮的说法恐引爆战火 将全民推向战争火线 即息 连民进党内对吴钊燮也有不满声望 批评吴的论述过于鹰派 有挑衅引战的疑虑 一段时间来 吴钊燮借各种场合 以各种方式疯狂散布台独言论 国台办发言人9月30日 曾就其猖狂谋独发表谈话 对于鹿营政客驴驴鼓吹以武剧捧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从明确表示 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 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挑衅 不自量力 企图扑连外部势力以武谋独 加剧台海紧张 只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